台北市昨天发生了坡蟑螂的事件 这样的举动非常非常的夸张 代表歹徒作案的第一个目无法记 第二个根本不把警察看在眼里 第三个也对未来可能受到的法律制裁 丝毫不怕 搞不好还认为说因为这个案子 进去监狱蹲一蹲 三五个月之后出来又变成一条好汉 反而更大尾 那这个最近的包括松山之乱 然后黑帮头案 还有昨天的丢蟑螂事件 显然台北市的治安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 那柯文哲自诩为这个叶克膜专家 他想一想台北市的治安 是不是应该要装上叶克膜了 否则台北市会比高谈市更高谈 比高谈更夸张 我们希望柯文哲拿出魄力来 那也希望民进党中央 不要因为派系的斗争 而把台北市的治安当成了牺牲品 对于是 对于是 好